泰魯格號的事故 釀成49人不幸死亡 造成超過200人不幸受傷 那麼花蓮地檢署呢 就持續偵辦 現在也偵查終結了 根據起訴書 我們可以來看一下 好 其實呢 這個工權設計 兼造廠商聯合大地工程 股份有限公司 其實涉嫌是 未造假的報表 涉嫌要掩蓋 工程進度落後的事實 因為當地的這個主任呢 這個兼造主任是李靖福 他每天都會要填寫 這個工程的進度表 但是根據我們最新消息指出 其實工程進度表 明明嚴重落後 我們看到這電視檔 可以看到1月到3月 他未造填寫施工記錄 明明呢 只有施工88% 但是在這個報表上 他填寫的就是98% 而對外界很擔心 也很擔憂的 就是編播的品質 到底還能不能信賴呢 台鐵出事了 那麼現在我們就要來看看 工程的問題 這工程到底是不是 進度落後 還假裝進度超前 進度沒有問題呢 大家也開始覺得說 這品質上面 也是打了一個大問號 其中一件 積極限的邊坡 坍塌整治工程 在去年11月已經完工 而另外5件呢 發包中有10件 已經請各單位 必須要清查 因為這起訴書 讓人看了也很傻眼 所以現在有10件的工程 目前正在做大盤點 好 來持續來看看 泰魯閣後事故 檢方一口氣起訴了7個人 而其中有4人 涉及過失致死罪 檢方還還原這個經過 像是李逸祥還有阿浩 他們輕率用這個布袋 想要把這個工程車給拉起來 而這也是肇事的主要原因 泰魯閣後事故造成49名乘客罹難 隨著檢方起訴公布細節 真相逐漸明朗 事發當天上午 李逸祥在阿浩的工地 丟放廢輪胎 9點12分工程車過彎熄火 9點23分李逸祥叫阿浩 把挖土機開來 最後他用布袋連結 貨車立柱和挖土機 之後自己操作挖土機 開始拉扯 9點26分貨車車頭往左移動 隨後翻落便道 9點27分29秒 工程車畫面裝置在軌道上 一分鐘後列車就撞上 它是一種用一種比較便宜 很便宜行是很輕率的方式 承重力不足所以它裂開 然後導致那個怪手的勾環脫落 施工當天不只李逸祥等兩人 建造單位顯然沒有落實把關 而車輛滑落的彎道更是大有問題 這條便道它是一條很危險的便道 施工便道地滑路載 事故彎道超過120度 一般工程車根本不容易通過 1月23號一台黃色滾泥土浴半車 下坡卡在同個邊坡熄火 一個月就發生了兩次台鐵要求改善 卻石塵大海 傳給這個監造人員 好 那監造人員得知這件事情之後 沒有相關的作為 明明能提前預防危機 卻沒阻止沒設安全防護 讓悲劇發生 為什麼沒拉手煞車 我有了 檢方起訴7人當中 李逸祥等4人涉及過失致死 但李逸祥叫檢方求以罪重刑度5年 監奏的李靖福張祺富才 因監督卻放水遭求刑4年 而移共華文好遭求刑3年相對較輕 難道是因為他有出現在邊坡市井 他當然有一些他自己的說法 是沒有辦法證實他有揮手的動作 陶毅移工跟李逸祥開工 卻成了害死49條人命幫兇 而李逸祥一連串輕率的行為 造成無數家庭破碎 現在卻謹一過失致死和趙陶來判定 儘管檢方求處法定最高行度的7年 讓罹難者家屬怎麼能接受 記者劉濟嬌 彭新美花蓮報導 好的確李翔身上背著8條罪名 但其中最重的趙氏逃逸 還有過失致死最高行度 也只有7年跟5年 甚至之前還有在討論說 他開的怪手到底算不算交通工具 因為如果是趙氏逃逸的話 那麼就是要有交通工具 但是這個機械算交通工具嗎 好 這也是會在法庭工房 那麼我們也可以看到 其實台東的罹難者家屬 悲南鄉的鄉長許文獻哀痛表示 其實這很像是在這個家屬的身上撒鹽 因為最快可能關個三年半就可以出獄了 罹難者的父親包括了 這是葉冠婷的爸爸 他也很無奈的說 這個法律是不是判太輕了呢 台鐵有沒有監督不周呢 修法是政府的責任 政府呢現在好像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這種的感覺啦 給家屬的感覺真的是不太好 所以希望呢 這個法院的部分可以幫幫忙 讓該官的人應該要有一定的行度 那麼另外我們還持續來看到 這個就是因為這出軌案件造成49人 不幸死亡200多人輕重傷的悲劇 華蘭提前術以巴上罪名起訴了李逸祥 而其中最重的剛剛講到了嘛 趙氏逃逸跟過世自死 最重可能只有七年跟五年的罪行 而且沒有依殺人罪起訴 外界普遍認為刑則是太輕了 家屬很難過又很無奈 同時也很氣憤 太陸閣出給意外釀權49死 起訴的隔天 罹難者家屬在公寄中 仍然面對的是失去親人的傷痛 對於癥結中結顯得低調而無奈 本來就是無奈的事情啊 我們盡量要把他判中一點 我們百姓只能看著辦吧 理想違規虛工 輕率刑事造成重大死傷 背上八條罪名 包含過世致死 肇事逃逸 公共危險 偽造文書 過世毀損軌道罪 違反政府採購法 商業會計法 和稅捐 急針法 其中過世致死 肇事逃逸 遭檢方求處罪重刑期 但兩者最高刑期相加野才12年 對於49條人命似乎真的太輕微 不只外界質疑罪責不符合社會期待 就連指揮偵辦出軌案的檢察長 余秀端都坦言法律太輕了 當事人要負的責任真的是太大了 法律真的是太輕了 相比殺人罪是10年以上刑期 最重道死刑 太魯閣號 事故傷亡慘重 刑度卻落差 關鍵在於沒有證據證明有殺人犯譯 殺人他還是必須要有一個犯譯 明明知道我這樣子做會導致這個結果 我就是要讓這件事情發生 這個叫直接故意 沒有辦法證明李逸祥故意讓工程車滾落邊坡 無法以殺人罪起訴 但李逸祥的一時間沒有打電話報案 也沒有請專業人員協助貨車脫困 之後更沒有通報自首過錯 也被用肇事逃逸起訴最佳一等 合起來能說判多重 我相信大家心裡有數 當然一定會不符合大眾人的期待 只是死傷慘重 刑度卻有明顯落差 該怎麼為死傷者討回公道 司法正義似乎還很遙遠 接著張妹子黃天耀采訪董